來我先說我沒事 我一切平安健康 丟丟妹照常開直播上工 不過開頭就趕緊安慰粉絲 同時強調她沒事 人非常平安 因為8號她跟男友開城外出 被追撞慘遭打 感覺上好好講的情況下 就是對方就忽然噴辣椒水 一切現在就是警方在調查 我也不想要把人想到最壞 丟丟妹事後向警方表示 雙方並不認識 不過到底原因為何才會下手 如此之恨 當時大批警力包圍兩台黑車 路邊站著的正是網紅直播主 丟丟妹李明山 她的男友敦貴在一旁表情痛苦 因為被三名年輕男子持棍棒攻擊 又被噴辣椒水 丟丟妹在台中開髮廊的男友 自行就醫後 也在IG上報平安貼出手錶照片 似乎替她擋了一些攻擊 不過在台中北區太原路 人來人往的路上 三名嫌犯只因兩車小追尾 竟瞑目睁膽攻擊 背後動機令人懷疑 老實說是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也是覺得蠻莫名其妙的 警方目前無法完全排除 是否預模糊 所以趁機尋仇的可能性 全案原依照殺人未遂 妨害自由及妨害秩序等罪嫌 移送遞件 並健康深壓山雄曹先生 台中採訪島 已經沒看到了 呃 第二 我可以搶我 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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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